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8月24日晚 一个名叫杜罗夫的俄罗斯人 在法国的布尔歇机场入境的时候 被法国警方逮捕了 根据法国法律 杜罗夫最长可以被积压96个小时 之后警方要么对他提起指控 要么就给人释放 杜罗夫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 引起了一片渲染大波 星期一8月26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赶紧在推特上 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杜罗夫被捕完全跟政治无关 法国方面逮捕杜罗夫的理由 是指控他犯有恐怖主义 非法药物贩运 可能也涉嫌贩毒 还有欺诈和对未成年人 进行性侵等罪行 而继马克龙之后 俄罗斯方面立刻要求法国赶紧放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甚至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杜罗夫显然是根据某人的建议 不知道某人指的是谁 被带走的 并受到了可怕的威胁 显然某些人希望以某种方式 获得加密代码的访问权 拉夫罗夫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昨天的消息 杜罗夫交了500万欧元的保释金之后 已经被保释出去了 但是不能离开法国 那么问题来了 杜罗夫是谁 何以会精度马克龙 甚至俄罗斯高层 也及时白脸的为他发声呢 来首先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你看是不是超帅 这肌肉男又长得又帅 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像 那个演那个亥克帝国的 Keanu Reeves 是吧 那么这位大帅哥他既不是演员 也不是model 事实上他跟演艺行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他的经历简直比电影还传奇 他就是帕维尔杜罗夫 如果你手机上有一款 这个通讯社交软件 Telegram电报的话 我要告诉你啊 Telegram的创始人就是这位杜罗夫 杜罗夫今年刚刚39岁 却已经是一位身家15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 但围绕着这张英俊的面旁的 却是各种不堪的传闻 恶毒的指责 以及充满了阴谋的阴谋论 那么现在他被有关部门指控 涉嫌一大堆罪名 但社交媒体却给了我们展现出 他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面 他是高学历 高智商 高度自律 至今单身 拥有堪称完美的身材和颜值 他自己爆料他在全球有100多个孩子 杜罗夫出生于俄罗斯 2007年他创立了一款 被称为俄罗斯Facebook的社交软件 在俄罗斯是风靡一时 但却也因此惹祸上身 并不得不离开了俄罗斯 远遁他乡 目前他拥有法国和阿联酋双重国籍 并且长期住在阿联酋的杜拜 那么这次为何会在法国被捕 又为何俄罗斯会这么急得要人呢 一坨坨巨大的谜团 一坨坨巨大的疑问 那么今天我就来讲讲 这位传奇富豪的人生故事 杜罗夫1984年出生在 还是苏联的列宁格勒 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 父亲是一个语言学博士 母亲也是一位语言学者 家庭环境充满了知识的氛围 四岁的时候杜罗夫一家 搬到了意大利的都林 并在意大利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接受了意大利的教育 学习并掌握了多种语言 这段精力丰富了他的文化视野 并培养了他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敏感性 2001年杜罗夫回到了俄罗斯 进入圣彼得堡的实验中学 后来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主修语言学 在大学期间 他对计算机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开始自学编程语言 也是语言 还参与了好几个科技项目的研发 过程中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对电脑技术的天赋 应该说杜罗夫他是一个神童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赢得了各种国际编程比赛的大奖 这个帅哥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色 他也是非常具有组织能力的一个人 从中学开始 他就积极参与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 大学期间还创办了一个名叫 学生网络的网站 帮助学生交流和分享信息 这个项目为他后来创办俄罗斯版的脸书打下了基础 2006年杜罗夫大学毕业 此前在大学期间的创业经历 这时候排上了用场 2007年他和哥哥尼古拉杜罗夫一起创立了一个 类似脸书一样的一个社交网站 叫做Vcontact 翻译成这个英文就是incontact 我们简称VK就好了 VK的设计理念是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分享照片 视频音乐等等还能有效的保护个人隐私 上线之后立刻吸引了俄罗斯的周围的大量的用户 迅速在俄罗斯获得成功 成为俄罗斯年轻人们社交的主要的平台 一年之后 这个平台上的用户的数量就超过了2000万 在创办VK的早期阶段 杜罗夫采取了许多创新的市场策略 比如说他在社交网络中引入了墙 这个Wow这个概念 就好比现实中的留言墙 寻人墙 用户可以在朋友的页面上留言 增加互动性 Facebook后来也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他们俩谁抄的谁 此外他还推出了音乐分享功能 是VK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音乐平台之一 到2013年 刚刚创办了大概五六年四五年以后 VK的估值就达到了30亿美元 29岁的杜罗夫 一跃进入亿万富豪的行列 人送外号俄罗斯版的扎克伯格 然后随着VK的不断壮大 杜罗夫开始面临来自俄罗斯政府和资本的越来越多的压力 普京当局意识到这样一款以年轻族群为主的充斥着对自由渴望的社交平台 总有一天会成为独裁统治的大麻烦 于是普京就一边命令政府部门不断的找杜罗夫的茶 找各种麻烦工商税务 一边指使俄罗斯的财阀想办法收购VK 最后迫于压力 2014年杜罗夫只好将他持有的VK的股份全部出售 并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但这还没完 俄罗斯执法部门要求他提供VK这个公司的管理层的私人信息 但被他拒绝了 由于担心受到普京当局的迫害 他只好离开了俄罗斯开始了流亡生涯 但他并不知道离开了俄罗斯之后 他的人生巅峰才真正的到来了 好 下面稍微打断您一下 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那么这里是一根完整的六年生的韩国的高利参 放入陶罐经过60天九争九铺的古法纯手工制成的 这个申源老板跟我们说 说为什么要九争九铺呢 因为直到第九遍才能看到这个黑参的精华 一种这个黑色的油状物渗出来才行 才能去除人参里面所有的杂质 保留人参最精华的元素 也最利于人体吸收 那么为什么要用六年参呢 这个参一般长到三到四年就可以卖了 但在长到第六年的时候 不论是外形 重量 都是最成熟 最均衡 养分 最充分的时候 然后挑出个头大 份量足 根须完整的 品相上加的整根的人参 用野生蜂蜜浸泡之后 再以古法秘制而成 而经过提炼熬制出来的液体 就是我一直在代言的 普瑞糖选宝黑参的口服液 那么这个高利参的元参怎么吃呢 很简单 直接吃 这个包装上有很容易撕开的切口 直接从这 撕开直接拉出来 你看 你整个人参 切小块下来 咱们直接吃 直接放嘴里 有一点点苦 你放这人参吗 你要是咸苦 有的朋友咸苦 你放点蜂蜜 三五分钟以后 你直接喝 这个黑参的元参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一次吃不完 蜜蜂好之后 下次再吃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适合任何体制的人 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服用 因为只有长到第六年的人参才能采摘 所以为了保证年份 申源的老板至少有七块田 每年只能摘一块田里的人参 因此受限于产量 其制作成本和时间成本确实不便宜 那么这一盒元参的价格小贵 一共是600美元 里面一共有15根 平均是40美元一根 一分钱一分货 有一定经济条件的 对健康有需求的朋友 非常推荐给你们 当然了 我之前一直在代言的 普瑞唐选宝黑参的口服液 和纯天然的植物鱼油 也同时推荐给朋友们 你可以在评论区置顶处 找到购买黑参元参 普瑞唐系列产品的专属的链接 注意 只要输入我们已经申请的专属折扣 JGY2023 JGY2023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费的优惠了 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 现在凡买满500美元 就可以获得原生一根 多买多得 机会难得 祝福所有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 好 继续咱们的故事 在离开了Viki之后 杜罗夫深刻意识到了 自由言论和自由信息的重要性 于是便决定和一众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 一起开发一款不受政府监管的 能够自由交流的社交媒体平台 于是Telegram电报便横空出世了 这个Telegram是一款注重隐私和安全的 即时通讯应用软件 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强大的点对点加密通讯技术 能够非常有效的保护用户的隐私 推出之后 迅速获得了全球用户的青睐 实际成为反对极权统治和保护隐私者的首选的平台 2014年推出当年的用户数量就达到了1500万 2020年迅速增长到了4亿人 直到今年7月份 据我看那个报道 说已经有9.5亿人将近10亿人在使用Telegram 电报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据说现在排名第四 这插一句 由于确实缺乏一定的监管 再加上中共的很多黑客技术的渗透 Telegram上确实充斥着大量中共的五毛和特务 他们渗透到海外很多名运 意见人士 以及法轮功学员这些群体中 通过骗子手段盗取他们的个人账号 然后安插恶意软件 或者侵入人家的电脑手机 或者偷看人家的很多资料盗取 可能个人资讯 非常可耻中共 去年我的Telegram的账号 就被中共特务给盗取了 结果账号我进不去了 他们就假扮成我的样子 到处以我的名义 到处行骗 散布假消息 或者到我的朋友到处骚扰 不堪其扰 非常可恶 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 正在使用Telegram的朋友 多加小心 反正我已经把Telegram 从我的手机上卸载了 没办法 它确实有一定安全上使用的漏洞 而题外话 咱们继续讲杜罗夫的故事 杜罗夫打造Telegram的愿景 是想创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 让用户能够在没有审查 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交流 它的理念和区块链技术的理念 是不谋而合的 因此Telegram也开始探索 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项目 比如这个TONE TONE TONE项目就是Telegram Open Network Telegram和TONE区块链的合作 使其在加密货币领域中 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这里再插一句 你看又牵扯到区块链 又牵扯到加密货币 那就完全就很难避开一件事 就是这个洗钱 加密货币是现在全球洗钱非常重要的一块领域 所以很多政府指责他参与了洗钱 这个TONE旨在为Telegram的用户提供 快速安全的去中心化支付和数字身份服务 近年来Telegram还推出了Wallet Pay 就是在线支配这样的一个功能 允许用户在平台上直接用加密货币来支付 截止到2024年Telegram的月活跃用户数量突破了9亿多人 位列全球即时通讯软件的前4名 这个庞大的用户基础 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 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参与和互动 现在的Telegram不仅仅是一个聊天工具了 还能提供丰富的功能 包括频道群组机器人 还有这个mini app等等 各种 Telegram还有一个 它一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像其他这些类似的平台的用户 如果你建一个群组的时候 最多好像不超过1000人 但是在Telegram上 你建个群组最多可以容纳20万人 这是非常罕见 你可以建一个20万人的群组上 你可以在这么大规模的群组里 讨论热点话题 分享信息 同时你还能散布很多消息 这个功能是很多独裁者最头疼的 另外Telegram还以其对用户隐私的重视而闻名 杜罗夫坚持不审查用户们的私人对话 各种信息它不审查 并强调所有私人群组的对话都不会被监控 这使得Telegram在用户中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度 Telegram采用端对端 我刚刚说了加密技术 确保用户的聊天记录和数据安全 所以Telegram它有一个功能叫Passport 旨在帮助用户通过统一授权完成身份识别服务 所有身份信息均以加密方式储存 所以保密性非常好 综上所述 Telegram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用户数量和市场地位上 更在于其对隐私的保护加密技术的重视 以及在社会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于它的隐私保护政策 所以Telegram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抗议活动 反政府活动等等社会运动的重要工具 尤其像中东东欧拉美以及前几年香港反送中 还包括台湾 很多反对派活动人士就是通过Telegram进行组织沟通 你想一个群20万人招呼大家上街 推动社会变革 Telegram的超然独立的态度自然引起了不少国家和集权政府 包括其他一些很多国家的 包括自由国家政府的关注甚至是不满 尤其是杜罗夫的母国俄罗斯 普京当局一直在试图封锁Telegram在俄罗斯的普及 但一直没有能够成功 杜罗夫也因为拒绝向普京政府提供他的用户的数据 而屡次和俄罗斯当局发生冲突 2024年的8月 杜罗夫首次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 以91.5亿美元的财富排名第297位 在俄罗斯富豪中他排名第17位 而Telegram最新的估值高达300亿美元 所以有人据此来推估 说杜罗夫的个人财富应该是已经超过150亿美元了 那么这样一个捍卫言论自由的勇士 为什么会被捕了呢 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倡导言论自由反对政府审查的人们的心中 他是一个平民英雄 马斯科在知道了杜罗夫被捕的消息之后 立刻转推了早前Tucker Carson对杜罗夫的一段采访 并在配文中写道 释放杜罗夫随后还连发了三个法语的自由自由自由 来表达不满 杜罗夫被捕之后呢 社交媒体上围绕着科技和言论自由之间 模糊交叉点的这个争论是愈演愈烈 Telegram公司在随后的声明中表示 让一个平台或其所有者对这个平台所受的滥用负责是荒谬的 作为一个蔑视政权的科技开发者 杜罗夫曾多次公开表示说 自己坚信政府不该审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言行 Telegram也坚持不审查用户的言论 这点博得了一众称赞的同时 事情的另一面却是 杜罗夫对该平台放任自留的管理方式 也吸引了很多心怀不轨的坏人 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双刃剑 你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的一面 像很多恐怖分子极端分子 毒品贩子中共的特务 儿童色情垃圾人渣 武器贩子各种骗子 鱼龙混杂在Telegram上 各种虚假信息泛滥 杜罗夫坚持认为 保密原则优先于对网络言论严密的监管 他说归根结底 隐私比我们对恐怖主义等坏事发生的恐惧 更重要 隐私是第一位的 2018年 杜罗夫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写道 说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 你就要准备好为自由冒一切风险 配图是一张他在沙漠中骑着马的照片 因为拥有完全不受监管的自由 所以Telegram就成了许多政府大公司的眼中钉肉中刺 杜罗夫之所以选择住在杜拜 他说这里的政府完全不过问他的业务 不理他 没事 从那时起他在许多人的眼里 就成了一个和大公司以及和许多大国的政府 就内容控制问题进行不屑博弈的斗士 据报道 Telegram目前在31个国家面临着临时或者永久的禁令不让用 今年4月Tucker Carlson对杜罗夫进行了一次专访 这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采访中杜罗夫指责FBI试图雇用一名Telegram的程序员 以便让美国政府获取用户的数据 据杜罗夫自己以及一些支持者说 包括俄罗斯也是希望得到Telegram很多的数据 就很多国家政府想从他能拿到Telegram的数据中心的密钥 能够进去吗 目的是想获取很多关键的数据资料 或者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上面很多东西 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 走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完全不受监管的自由社交媒体平台 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好处更大呢 还是坏处更大呢 希望在留言区看见您的留言 听听您的见解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在采访中他告诉Tucker 他自己银行的账上确实躺着几亿美金 说的很轻松几亿美金 但自己他没有大豪宅 没有大飞机 没有大游艇 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他说不适合我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Instagram 除了秀身材秀美貌之外 确实你没有见他秀过财富 也没有炫过富的这种动作 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帅哥 很多人认为这样一个又有盐又有钱的年轻富豪 生活应该是极尽奢华灯红酒绿吧 其实不然 杜罗夫的生活极其低调 而且非常自律 杜罗夫自己说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敬酒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 我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并提倡摆脱个人财产的束缚 非常特立独行的亿万富豪 他至今单身没有结婚 常年居住在阿联酋的都拜 他和前女友达里亚邦达联科 两个人育有一女一子 现在母子三人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纳 他自己住在都拜 尽管这两个孩子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名分 还没给他们名分的 两人还没有公开出来两人的关系 但是已经被俄罗斯媒体列为俄罗斯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了 杜罗夫很少接受采访 他从来不出席娱乐圈的各种活动 那些灯红酒绿你看不见他 但他的一举一动却时刻被关注着 上个月底 杜罗夫突然在自己的社媒上爆料 自己在未婚的情况下 在全世界各地拥有100个亲生孩子这样的一个事实 一时间是震惊全网 杜罗夫解释说15年前 他因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的请求 而成了一名金子捐赠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不断捐赠金子 到金子库里面 所以杜罗夫逐渐他知道 自己通过捐金 已经帮助12个国家 100多个家庭生了孩子 这是他的孩子 他表示自己并没有结婚 并且一直喜欢独居 在得知了自己有这么多的孩子之后 感到不可思议 的确 随后他也表示说 自己计划将来开源自己的DNA 就是公开自己的DNA 以便他的那些亲生孩子能够更容易的 找到彼此 不知道那些用他的金子生了孩子的夫妇怎么想着 杜罗夫在被捕前曾经写道 1995年那时候我才11岁的时候 我曾向自己承诺11岁向自己承诺 说每天都要变得更聪明 更强大 更自由 今天Telegram已经11岁了 他已经准备好做出同样的承诺 不管这次被捕的结果最终如何 各方的势力会如何角力 但是作为一个创业者 一个年轻的企业家来说 杜罗夫是成功的 我们也祝福所有心怀正义 崇尚自由的人们 可以更强大 更自由 关于今天节目内容 让我很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希望您能在留言区告诉我您的见解 同时要再次提醒您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最潮点 咱们下次见